國際焦點來看到 位在烏克蘭的南部 負責灌溉歐洲最大糧倉的卡科夫卡水壩 被炸毀了之後 現在俄羅斯總統普丁也開口談論了這件事 不知道 可能他們再次再加了一些不重要的事 然後就開始崩潰了 好 可以聽到普丁是否認是由俄國所為 還說最令他想不通的是 對烏克蘭最有利的 是應該在卡科夫卡發動反攻 而不是炸掉水壩毀了歐洲最大的糧倉 好可憐